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好,不过接下来应该会比较忙 到时候应该没有时间约你出来 那你要忙多久 不知道,应该一个月多吧 你公司那么多人 没有人可以帮你分担工作吗 就算有人帮忙,也是需要我亲自监督 因为接下来我公司的独家村 将会配合国家旅游部 所举办的旅游嘉年华会 推出一系列的旅游活动 我需要花好多好多的时间来策划 不过呢,幸好还有制药的帮忙 不然我一个人一定应付不来 这项计划,制药以后参与 而且是我爸亲自安排 你爸好像蛮新人制药的 其实要找一个人取代聪哥 真的不简单 不过既然只要他帮得上忙 那我爸就当然新闻他了 好了,吃多一点吧 来,吃 乖,他又不用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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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好吗? 好吗? 好那我 对我,你是冤鬼啊! 你干嘛老是缠着赵一啊? 我知道了,你不是真心喜欢赵一的 你只是想利用她来查我,对不对? 赵一,你不是喜欢她的 你是爱情骗子 你是要骗赵一,赵一怎么办? 赵一怎么办?赵一,赵一! 你没事吧?对不起 赵一啊,你还记得吗? 你跟我说过的 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一起面对,一起克服 支持对方到底 所以,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 你不用担心,不要怕 不要怕 不要怕 是 这死警察 一定要想办法 把她的真面目给揭穿 要不然 她会是我们复仇的绊脚石 一定要揭穿她 一定要除掉她 一定要揭穿她,对不对? 一定要除掉她 一定要除掉她 除掉她 除掉她 好 一直通过 一定要除掉她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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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怕 没事 有我在 段,我们已经查出 从1998年到2000年之间 国民登机局一共有五名叫 简文件的小孩 登记国民身份证 但是根据他们的年龄 及其他的条件 不符合我们要查的资料 是啊 根据我们先前所知道的资料 简文件 是一位孤儿 而这五名简文件 其中我们三位 都是有亲生父母的 那另外两位呢 其中一名是一位外籍人士 在她出事两个月后 就被对印度同胞收养 现在是一名律师 另一个更加不可能 因为她是一个 天生育龙育牙残材人士 怎么这个育彩孤儿院的简文件 好像人间蒸发一样 当年她未满十一岁 有没有可能她根本没有 申报身份证 不可能 如果她没有死 就一定要申报身份 阿伦说得没错 虽然我们没有查到 玉彩孤儿院 简文件真正的身份 但是在她失踪的这两年里 我们却发现了 一个意外的收获 Dot 你看看这一段 米子要 没错 在玉彩孤儿院 发生命案的第二年 国民登记局的注册资料当中 竟然出现米子要这个名字 然后我们在进一步调查 我们发现的申报者 是米子夫妇 父亲叫米国泉 母亲叫何丽娟 而令我觉得 最奇怪一点就是 当时米子夫妇 所登记的地址 正巧就是玉彩 过远父亲的何丙村 在米子要登记 国民身份之后的一年 米子夫妇 就带着她 一起移民到美国了 根据这份资料来看 米子要的身份 的确有很多疑点 看来我们要兵分两路 你们尽快带不到陈宗 我就去调查米子要的底细 米子要入境我国之后 才发生了林欢欢的命案 接下来还发生了 张家强、邓志超、Emily 这几宗命案 我们在张家强和邓志超的案子里 发现张家强、邓志超、陈宗和赵德娃 这四个人 曾经在玉彩孤儿院服务过 而简文健 就是当年其中一个失踪孤儿 现在我们又发现 简文健和阮永汉 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阮永汉就杀害了 张家强和邓志超之后 都在胸弯线上留下 厚鲁这个字样 而这么巧的 在你们调查 玉彩孤儿院的时候 发现了当年的孤儿 都喜欢看厚鲁这本漫画 这个巧合太不寻常了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凶手和张家强、邓志超、陈宗和赵德娃 有着微妙的关系 也就因为这样 阮永汉和简文健 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当年那个米制药 跟随父母移民到美国 现在我们认识的米制药 也是美国华裔 而这对米氏夫妇 当年也就住在玉彩郭院附近的村子 相信这一切并不是巧合 还有 阮永汉和米制药 在美国的时候 住在同一家精神病院 很有可能是认识的 我们还调查过 阮永汉入境马来西亚的时间 和米制药只相差半年 所以我觉得 这一系列命案的受害者 甚至是涉嫌者 都和米制药有关 事实证明 我之前的推论是对的 米制药确实可以 目前我们还没有掌握到足够的证据 只证明制药 我也不想打草惊蛇 现在最重要的是 先找到陈聪再做打算 不如这样吧 我们到玉彩郭卫院的遗址去看看 或许可以查到线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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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